在澳门有这样一个纪念日 在日历上找不到它 而每一个澳门人却忘不了它 这就是澳门特有的家庭日 每个平常的周末都会成为澳门人的家庭日 这天一家人或几家人就会相约 到大家都喜欢的一个餐馆聚会度过家庭日 品尝着美味佳肴 拉拉家常里短 此刻人们口中的味道已经超越菜肴 成为美食之上的幸福滋味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纪念日 它往往与幸福有关 纪念日 离不开美食 美食又让纪念日胃更浓 情更深 今天让我们一起寻遍澳门的大街小巷 去探访浸透在澳门美食中的幸福味道 美食又让我们一起寻遍澳门美食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澳门双行线 美食纹旅来打卡 我是陈伟红 我是谢盈阳 会是谁和我们大家一起继续逛澳门呢 大家好 我们又摸摸跳跳的 来 我们太没有默契了 没有默契的四人组 来 昨天师傅等得非常着急 特别想要知道今天我们到底要开始什么样的旅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纪念日 幸福味 我们常见的肯定是生日 婚礼 还有 祝寿 那还是生日 升职 上班 放假 我喜欢 所以平凡的日子里如果有这些提起来 就让你有很多的联想 有很多的回忆 有很多怀念的日子 它就是我们的纪念日 我们按照规则先来选择一下队友好了 还是按照 就近原则 一分为二 那我们会失纯吧 好好 我们跟李斯一块组队 谢谢 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走哪条线路呢 还是交给我们的硬币 硬币落在澳门双行线里面 代表精致仪式感 那就我来制了 可以 好 插一下 美食文旅来打卡 看看我们的线索是什么 看一下 我们的第一个照片 这个我熟 我第一次来澳门的时候就去了那儿 杜荣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餐厅 杜荣记 好像他们家粽子特别有名 好 我们找找 我们就出发吧 走吧 出发 我们来了 跟我们的线索一样了 对 卫红老师 为什么会用莲花代表澳门呢 因为以前的澳门半岛像一朵含苞带放的莲花 所以被人称作莲岛 这个雕塑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盛世莲花 盛世莲花 对 特别吸精的一个颜色你不觉得吗 是 金色 是金子做了吗 其实它是青铜铸旧的 但是外面做了贴金的处理 底下这些是花岗岩 三层红色花岗岩象征着澳门三岛 在远处看起来就像是莲花底下的荷叶 有没有那种特别棒的造型感 是的 是的 你看这个底座上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赠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它其实是为了纪念1999年澳门回归而特别铸造的 难怪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澳门回归的日 你可芝麻开不是我真心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也许你是我的楼梯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 你离我 目前 来打卡吧 打卡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线索 好呢 凭你的火眼金金 我上次见过这个花在上普京 好 我们寻找第二站接着打卡 Go 我们搜了一下杜蓉记在草堆街 我和盈盈姐刚到这里 草堆街 杜蓉记住在这个草堆街上面 这里好繁忙啊 这里好繁忙啊 这个店都好小小啊 这里有面包啊什么的 也好诱人啊 对啊 这不就写的杜蓉记吗 找到了找到了 你好 你好 老板好 欢迎 您是老板吗 应该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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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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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们坐 好 坐这里好了 老板在这里 哦 这个是老板 你是老板 坐手 你呢 她是老板 哦 我们听说呀 吃粽子就要到你们家来 我看到后面那个大姐 在特别认真的包粽子 就好想吃粽子 等我一下吧 马上就来啊 哎 你刚才不是想吃面包 可以啊 煮粥包 好 还有用一杯咖啡给你 好 谢谢 哦 好香啊 你想吃的粽子来了 哇 哇 哇 你看这是吉利熟 哇 哇 鸡皮包来了 哇 这个是自己包的鲜香呢 哇 原吞 有炸的有汤的 这个也是我们店的一个招牌 我们先吃粽子吧 是不一样的呀 它还有一些料是撒在上面的啊 你闻一下是 二生酱白芝麻 你尝一尝 好 哇 看 这是那个咸蛋黄 哇 我超爱咸蛋黄 这个蛋黄给你 好吃吗 好香 好香 好好吃 我要吃一个这个 花生酱白芝麻 然后咸蛋黄的香味 糯米 绿豆的香味 为什么会把绿豆放进去了 绿豆好感 口感 口感 好感 嗯 我们的种植是很多年了 是我爸爸在那个孙德发明的 去过广州 然后香港 最后 回到澳门 哦 它的口味都是我爸爸他自己想出来的 嗯 调味的就是他控制了 每一年的灯火的时候 然后 这里全都挂门 哦 那那个时候很忙 大家都已经 形成习惯了 都来你这买总 对 就像是一个日子一样 只有那个日子 是一个特殊的食品 才是更有仪式感 更 你尝尝那个猪扒包 好吃吗面包 好吃 你做这个面包有没有什么秘诀啊 秘诀 嗯 timing 啊 跟玩音乐一样 哦 我每拍四点多的起场 到店里面第一步就是看音乐 做面包 音乐给了我零感 做面包的时候 会听着我喜欢的音乐 挺享受着的过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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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面包好像玩音乐一样 太好天分了 有人欣赏 自己付出的是有收获的 心里感到很开心 努力 说到音乐 那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音乐 18、87年的时候 到这个酒囊 弹那个杰卡 弹了几年之后放弃了 为什么 95年吧 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差不多了 我然后回来帮他们 然后让他们退休 音乐也放弃了 那时候你就接了这个盘 对 这个店是我爸爸妈妈的心学 从1960年开始 当时没有店 当时我爸爸在满口摆摊子 然后到这个70年代才买下来这个店 现在是天气 面包我自己做 咖啡自己磨 对 粽子自己包 然后云吞自己弄 你太厉害了 你说你是一个那么热爱音乐的人 你要追女生肯定很厉害吧 好多女生喜欢你吧 我不知道 有人笑了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问老板娘 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的老板手艺这么好 那么热爱音乐 肯定有好多女生围着她 对 对 对 为什么你嫁给她呢 我们是同学 同学 我比她高一般 表演恋爱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真的很八卦 每年你的生日啊 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啊 都会有礼物吗 有 没有我就走了 啊 他每年都送你 你送他吗 不送 他给我做饭 哦 哦 我喜欢吃那个虾 他炒的辣虾 有很香的 蒜蓉的味道 要一点点辣 以前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是五天六天都是外面吃饭啊 喝酒啊 要饮炒啊 现在不想出处 就是在家里吃饭 平淡会好一点 很舒服啊 可以看一下书啊 听一下音乐啊 四只鹦鹉 鹦鹉 鹦鹉? 你养了小鹦鹉啊 是啊 好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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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他回家 四个鹦鹉都在这里 这里这里这里 这太温馨的家庭生活了 一张桌子 两个人 四只鹦鹉 美好的生活 她每一天给我好 每一天都是紧练义 这个是她自己的一个专业 她的职业 她是一个特别敬业的人 他们有一种对生活的热情 就像粽子一样 可以放入不同的馅料 紧紧地裹在一起 甜的 咸的 各种味道都可以品尝到 下有这个 放一等米 大黄 可以 可以 可以的 也许这就是幸福的味道吧 哈哈 三 二 一 好 有线索来了 这个图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Seller丁明山都市 摘光业间 是很有名的普国拆馆 我们去找找看吧 满在而归 拜拜 美红 李斯 我们把这粽子带回来给你们 这个粽子是我们自己包的 很快就到我们的第二站了 好 好 好 走 你觉得是不是这儿 这家看看是不是 这儿 好漂亮 我天哪 好 这个是我们以鲜花做的一个永生花台 你看多浪漫 多漂亮 女生看到就 我爱疯了 我们鱼花园餐厅 是一家以宫廷园林为主题的餐厅 各个地方都会有花的元素 是不是很有皇宫的感觉 哇太漂亮了吧 这个场景 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来吃呢 我怎么感觉就特别的浓重 结婚 不是结婚 算了 婚礼 对 你好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餐牌 您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们餐厅的话呢 是由主厨 庄家 辉师傅去打造的 我们主打太史菜 厨师推荐的一个水晶虎虾球 还有我们的一个鹅干纸包鸡 还有我们的太史凤凰羹 最后再给两位推荐一个 就是我们的双子抱枝八幼皮 就你刚才推荐的这几道 那两位请稍等一下 太史菜我能 我只知道太史菜是月菜当中顶级的一款 哦 待会我可以请教一下专业人士 嗯 好 哇 来了 这是庄家辉主厨的经典菜之一 水晶虎虾球 我们是采用 五桃的越南大虎沙 太史菜对食材的处理非常精细 哪怕是杀肉上腥微影响口感的红衣 也要去掉 然后呢 用我们的手法去把它腌制 因为我们用了最上红越菜的工艺 使用油泡去做它 这是我们在 御花园的第一道菜 试试看好吧 好呢 来 这么精美 常常会让你有一种 不敢下手的感觉 很精致 这个刀切下去 就知道它到底有多Q弹了 肉很紧致 我觉得它太脆了 脆到声音就要 从嘴里面爆发出来的感觉 味道真的很不错 这是迄今为止 我吃到的最Q弹的一款虾球 您好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鹅肝纸包鸡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创新粤菜了 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个法国的鹅肝 这道菜的最大的难题在于 我们到底是用刀叉呢 还是用筷子呢 既有刀叉 又有筷子和勺子 都行 好吧 那我们用刀叉先把它切一下 香 它外表的这层是有点酥脆感的 你有没有吃出一种中国炒菜的香味 虽然是鹅肝 它的烹饪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和功夫 几包汁是我们广东、香港、欧盟一带 很传统的菜 传统的太史菜使用的是鸡肝 然后我来到这里 我就把它换成了法国鹅肝 因为法国鹅肝吃下去 它的腰汁和整个鸡的搭配 味道是干好 满口流香 关门行动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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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庄子宝之八柚皮 柚子皮 我之前都不敢想象柚子皮是可以用来吃的吗 我们平时吃柚子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柚子皮去撩对吧 然后居然今天它入菜了 然后居然今天它入菜了 好绵 而且这个汁很香 你觉得柚子皮在哪儿 是上面这块吗 应该是吧 别的地方也不太可能 柚子皮是它是菜当中比较出名的菜 我们还是坚持用一个比较传统的手法去做 柚子皮它会有一种苦力的味道 我们要把它冲水 差不多一天嘛 我们才可以煮 我们这个是用了泰国的柚子皮 它的皮肉是比较厚 吃下去会比较远落一点 虽然我没有吃过柚子皮 但是我想象的它应该是有一点筋道的 但是你这个棉软度让我想起了根茎类的食材 比如说南瓜呀什么 山药 山药啊 但是它跟底下的这个绿色的蔬菜放在一起 有绵软也有可以让你去细嚼慢咽的东西 整个放在了一块还是挺有创意的 非常有创意 这道菜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太史凤凰羹 是我们太史菜里面的代表作之一吧 是的 这道菜上一口更好 刀工跟食材缺义不可 书中刀工是太史菜的一个特点 厨师的刀工必须过关 这两批菜都要吃得高饰 נו刀工才会去的 一个小刀工会这种 Mile 有一枝肉朵 碎 sido 花椒丝 天哪 这里面都得放了什么 味道好好 也太好喝了吧 感觉一勺子下去 把满世界都已经吃进去了 是的 玉花园的菜都是中西合璧的 它一定是在东方的元素当中 添加了一些世界的味道 我觉得我们请大厨 来给咱们解解蜜好不好 好的呀 忽然很期待 你好 我是庄家葵来自香港 来来来 很高兴见到 你好 庄先生 我们刚才一直在期待你 谢谢 就像我们今天走进玉花园之前 对太史菜 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描述里 老师跟我科普一下 太史菜 它是在广东南海 单身的两个菜市 一个就是太史菜 一个就是谭家菜 谭家菜 太史菜是南海生事 太史公 江太史 所创造出来的 它是民国时期 杨城石坛的首饰 美食家 像太史菜与谭家菜 都是宫廷菜一类 太史菜跟谭家菜 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太史菜 它是一直在广东 它没有离开过 你是一个太史菜的传人 现在加入了这么多的新的元素 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说 这些还是我们当年认识的太史菜吗 其实我们现在的太史菜 对我这一代 会有一点点改变 凤王根 就传统我们是以前是用蛇肉 因为蛇肉现在很少 人会吃 其实我们也成了三百次以上 我们就换了一种借骨 用法国的借骨 它是比较最接近的 最可野味的风味的食材 这种真的是要反复地临选 是 反复地去衡量 对 最终才选择最合适于它的 是 是 这不得不鼓掌 谢谢 师傅请问这个餐厅 因为我今天一进来 我就是觉得非常的浪漫 然后很漂亮 这个地方可能特别适合结婚 纪念日或者是很有很有仪式感的 纪念日 然后会在这个地方 其实来我们这里的客人 班寿院的会比较多一点 生日 客人过来过生意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小点心送给客人的 你们要不要尝尝这个点心 好 我们就提前或推后过一下 自己的生日好了 可以 受陶吗 受陶 这个受陶 就很有这边的氛围 其实它是有个寓意 就是带的是一些展备 小的是我们家里的小朋友 何嘉欢 对 其实这也是一种团聚 也是一种幸福 寓意很好 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东西 我也很希望很多国外的人 来我们这里 记得我们一块园的菜 所以我们一块园也会一直是做中国菜 好 我比你再增加三个字 最东方 最美味 谢谢你和团队给我们带来的 一桌好吃的东西 对 而且我觉得好幸福 您做的每一份菜 也会给到大家带来幸福感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种力量 在玉花园里 你可以去完成自己 在家宴当中的所有的设想 你会陶醉在其中 这可能是幸福的另外一种感觉 其实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忙 需要你来帮 就是我们今天呢 我和丹妮是要寻找我们 幸福纪念日的经典味道 如果满足一下丹妮的心愿 对 结婚这个浪漫的这个地方 花园我们会在哪里 我们旁边有一个绿燕心井 绿燕心井晚上都更热起来的时候 特别漂亮 真的吗 可以去看看 好呀 充满期待 谢谢 那我们走吧 走 伟红他们发来照片了 看 这是啥呀 这是应该是鱼缸吧 鱼缸 好漂亮啊 伟红 我们刚才在杜荣记 看到他们夫妻的生活好浪漫 好幸福 吃了满满一大口狗粮 我们先去打卡另外一家美食店 叫山渡市 我们到时候拍照再给你们分享 拜拜 我觉得我就爱逛这样的街 就很热闹 鱼蛋牛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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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找的是山渡市 山渡市 这个 在这里 山渡市 蒲市 餐厅 这里好热闹 那边一件球衣 那个也是 他真的是个超级热爱足球的一个人 是 这不就是我们的线索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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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这里的老板吗 对 对 这个 这个很漂亮 这个男孩 男孩跟着你 对 很漂亮 很漂亮 33年 这个是山渡市 谢谢 谢谢 我喜欢这个鱼蛋牛杂 这个鱼蛋牛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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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把鱼蛋牛杂 对 对 鱼蛋牛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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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來這裡很多時候嗎? 是 你之前來這裡多久了嗎? 那是很久了… 很久了… 我喜歡吃飯… 吃飯和酒吧? 對, 吃飯是給朋友的 那是中文是緣分 對嗎?是緣分 好 謝謝, 我再別再買了 你好, 能給我們推薦一下嗎 好, 推薦樹蓉青菜湯 好 蒸大砂 還有羊肉 這個是它的家庭菜來的 還有另外它是由豬肉土豆肺炒的 這個時間才有的 就是細節菜了 是… 只有現在才有 是… 非常好 謝謝 好像澳門有這個叫家庭日 可能週一到週五太忙 週六週日就一個家庭日 全家就來聚會 拼桌 他們都互相介紹認識 好好啊 你喜歡這樣認識朋友嗎 我覺得還蠻奇妙的 因為我們平時可能出去都不會拼桌的 哇, 我們的湯好快 這是一個傳統的普通啊 羊肉青菜湯 好 謝謝 我給你這個 油渣 這個 有很多肉 你知道嗎 但它也很好吃 很好吃 好香 小時候吃過這個 豬油炒飯 豬油炒青菜 都好香啊 很香 我們家鄉那邊 很多人愛吃這個 好笑 哇, 千萬大俠 我吃出這個 哇, 千萬大俠 打卡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謝謝 味噌醬 是的 謝謝 哎呀,不再給你 哎呀,不再給你 抱歉啊 謝謝 那是個大小 謝謝 好有韌性 很緊實 特別緊實那個肉 它不是屬於Q彈可破型 它是屬於那種肌肉健碩型的蝦 它還加了什麼香料這裡 還有番茄 嗯,番茄葡萄牙菜 特別喜歡用番茄 哦,謝謝 這是季節菜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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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土豆和花鸽 还有橄榄 这个菜看起来很 就是很家常 对 这不会是花鸽的肉吗 这不是花鸽 这怎么包进去 在这儿 掉出来了 就说明它特别新鲜 很嫩的 我觉得地中海沿岸的国家 就特别喜欢吃这样的橄榄 这个羊肉 谢谢 这个是他母亲家煮的 他的家平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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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羊肉我也飘出来了 好好喝 它的羊肉也很重 它一点都不删 对 拿这个面包 已经有那么多汁了 尝尝这沾满羊肉汁的面包 好吃 就是我觉得它的味道特别的浓重 可能它的凝聚力就是够强 够强在这里 让它每桌都能聊 因为有的时候桌子近一点的话 这距离可能就拉近了 好像就是自己家里面 然后请了好多客人来的那种 对 就是我觉得什么叫家庭这个 就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聊一些家常 然后主要目的是吃饱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能够吃饱的 对 是好吃的 今天它是生日的 今天它生日的生日 今天它生日 今天它生日 所以我们一起喝喝 是 对 谢谢 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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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秀姐 今天它生日 是 秀姐你在这里也很长时间了 是 14年 哦 哇 这么久啊 因为我家在这边很快 还有它很好远的 你家庭有什么都做过 所以没关系 所以是个好老板 是什么时候来到澳门的 我到澳门1983年 1983年 他是跟这个军队过来 这边做厨师的 哦 这家餐厅是多久以前开始的 他在这个餐牌里面有写 是这里 哦 在这里 这个餐厅是1989年11月20日开业的 哦 哦 山东先生这么的热情 是 你有很多朋友 对吗 是啊 他很多 你的电话呢 WeChat 是 你有很多朋友 在WeChat 有差不多五瓜哥 五百多个人 这个博客人在大陆 也就是五百多个在内地的 这些工作的葡萄牙人 都和山东先生 因为这个餐厅所以认识了 你这个澳门人这么好人 我得不过五条美人 因为他来了澳门太久了 好像现在这条街 一出门后 各个认识他 各个打招呼 他觉得很亲切 好像现在的朋友 都是澳门 所以还有那么多人 把这也当成是家一样 到山东市的图室餐厅 你就没有陌生感 你可以很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 去享受这个氛围 食物是一方面 温暖的气氛 这个是最重要的 店里来的客人 都是他的朋友 就是感觉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这样的氛围很好 我们都是朋友了 是吗 对 我们都只有一个人 Am I gay 我都不愿意 因为我们都不愿意 你仔细记得 我是温暖的 这些子 都不愿意 不愿意 他们对你 没有人 kos 个孩子 西匡 他们的正经 这也太美了吧 感觉天上的星星都落到了人间 都落在这儿了 太浪漫了吧 我们赶紧下楼扑向浪漫 我真的不敢相信 在高楼大厦 临厉当中出现了一片花海 突然会觉得幸福是浪漫的 也是触手可及的 太漂亮了 花园真正的花园 哇 so romantic 谁要在这里结婚 这个婚礼现场真的是美到爆炸 美到爆炸 还有这么一个大的城堡 线索又来了 杜卡斯餐厅 这个太好整了 在星豪天地 走 好 准备 太漂亮了 看所有的几何线条鑽石的这种造型 我觉得来到未来 很科技感 对 这是咱们要上去的电梯应该 好酷 走了 有点像一箭发射然后升上太空的感觉 到了吗 到了 是不是还有点舍不得 是的 我想多玩几次 天哪 一到这儿感觉是另一个风格出现了 哇 杜卡斯餐厅 哇 杜卡斯餐厅 早安 欢迎来到阿兰·杜卡斯 晚上好两位 这边请 哇 我真的觉得我来到了未来 餐厅里面的话 会有619根水晶灯在周围环绕着 看到会像竹子一样 给人一种中国远远的感觉 就像一个收藏柜 对 除非上面放的所有东西都是杜卡斯先生新选出来的 其实对很多美食来说 如果没有美器跟它相配 真的会减分很多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地方 就特别适合二人世界 是 而且我还听说就是杜卡斯餐厅的老板 在欧洲市有三家三星的米其林 嗯 哇 所以我觉得很了得 那下两位 好 那这边呢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菜单 我们今天会帮你们准备我们最出名的 永远不变的地中海红虾配鱼洞 嗯 还有就是北海道的袋子 然后再加朗姆酒蛋糕 OK 绝对经典啊 谢了谢了谢了 客不期待 嗯 我们看看它的美食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魅力来征服我们 哦 迫不及待了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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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就是我们最出色的一道菜了 地中海红虾配鱼洞 嗯 要这样俯瞰 嗯 像一朵太阳花一样 对 是 正在绽放在碗里 啊 又想吃又舍不得破坏它 这么美的造型啊 我真的我刚停在这儿 来吧 哇 已经看到了 看到了红虾 然后旁边有鱼子酱 嗯 嗯 太好吃了 就是你刚刚吃到鱼子酱 有些浓郁的时候 旁边的褶梨迅速地就跳了过来 冲淡了这种 会让你觉得过于浓郁的感觉 然后呢 两者结合 又将虾的鲜甜放大到了极致 让人欲罢不能 不能吃这么快 吃这么快才得吃完了 但是还是一勺接一勺 这可能就是美食的魅力 尤其是米其林餐厅的美食的魅力 三个字绝绝子 谢谢 两位觉得这个菜怎么样 看我们的关盘形容 太好吃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哇 一开始就如此的惊艳 嗯 其实后面有点难度 哎 我相信 杜卡斯先生 大家一下两位好 那这边的话呢 有来自了一个 意大利阿尔巴地区的白松路 两位如果喜欢的话 我们会直接帮您 我也在那个袋子的菜市上面加上去 哇 哇 特别爱人 谢谢 谢谢 这个都这么有意识感 学到 他会先出场 预演一下 嗯 有这样的一个预热的过程 对 其实他更会增加我们的期待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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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3 5 5 10 10 11 11 那这边的话呢 是香肩袋子 卷叶甘蓝 造型也这么漂亮啊 加的酱汁呢 我们用的是袋子的裙边 去熬制的一个 红酒海鲜酱汁 接下来会看到 现场的白松露 白松露 撒到我们菜盘里的那一颗 像跳舞的精灵一样 来 吃完油 哇 北海道的袋子也很出名 但是这种做法 还是第一次吃到 这袋子非常的嫩 白松露天然有一些 芝士的香气 有一点蒜香 搭配袋子的鲜嫩 很是奇妙 还有红酒的一点点甜 对 好像有塞纳河的风吹过来 那种浪漫的气息 就在菜里面飘荡了出来 嗯 薄姆酒蛋糕 里面会有一些香草柠檬的香味 什么叫惊艳 就是在我们的盖子揭开的那一瞬间 映入眼帘的那一刻的感觉 想哭 我第一次吃蛋糕这么有仪式感 还帮我剖开 搭配真的浪漫酒 嗯 哦 全都有了 哇 这是我的最爱 哇 这一口下去 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美味 在等待着我们 嗯 好绵软的蛋糕 而且一点都不腻 对 我觉得中间加的这部分奶油 真的是神奇 很香很香 就是幸福感爆棚的感觉 嗯 太棒了 所以我在想说如果 是两个人可以把自己的幸福纪念日放在这里来 幸福是加倍的 甜蜜是升级的 你看每一道菜都在为你的纪念日加分 嗯 多棒的一种感觉 浪漫的幸福 对 两位这边都用完了吗 是 那如果吃的开心的话 会不会有兴趣 我带两位进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厨房 正合我们一眼 好 谢谢 正前方的话 那挂的就是我们去年拿的一个两星的牌匾 我们的主厨Cedric Sattaban 也是杜卡斯先生的清传弟子 早安 好 早安 这是Cedric Sattaban 欢迎订阅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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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您的饭 非常好 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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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美味 您从事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了吗 在厨房间 大概20岁 20岁 20岁 我的天 我跟Mr.Ducas在莫纳庚 大概10年前 那是我的第一次 我一直跟Mr.Ducas 他做出来的食材 都是会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快乐 我的思想是 尊重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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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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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了 我们包了这个大粽子 你送大的 好 我送大的 谢谢 里面有绿豆 太棒了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夜宵了 对 带着各种精致仪式 好想跟你们分享 来 给它们绣一下 好的 现在就开始显摆了 开始敌 对 来了 我们今天打卡的第一个地方是 青年花广场 这是澳门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到了 御花园 在这里我了解到了什么是太史菜 特别适合做家业 强烈推荐太史凤凰根 真是思思入味 接下来我们去的地方很浪漫 对 绿营盛进花园 在这里我们满足了 李斯的一个小愿望 谁要在这里结婚 真的是美到爆炸 浪漫完了之后 我们就去到了杜卡斯 第一次这么有仪式感的吃蛋糕 我真的想哭 二人世界的浪漫 来品尝一下我们寻找到的幸福纪念日是怎么呈现的 来 好的 你来吧 我们今天第一站去的是杜荣记 他们家的粽子别有风味 到底什么是幸福的生活 一张桌子 两个人 四只鹦鹉 美好的生活 每一天都是纪念人 后来去的是山渡市 对 我们到了山渡市 今天所有的客人就像是家人 给老板过了生日 吃他们家的蒲氏惠羊肉 满满的幸福感 都说的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但我相信在澳门的地方我们就能看到了 澳门是一个爱与美食皆可寻得的城市 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为纪念日加点蜜 来澳门度过一次纪念日会感受到情更浓 爱更深 只要就是努力去生活 其实每一天都可以是纪念日 每个人的纪念日都会寄托着一种不同寻常的人生味道 而澳门人的家庭日装满着亲情 有情和爱情是满满的幸福滋味 澳门人的家庭日装满的幸福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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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人的家庭 ministry